傅云申离开清智后 他开车去了城市运动公园 说 少爷 查到当年紫禁小姐走丢的真相了 兄弟几个派人走访了赢家 到清水县的这几百公里的路 哀一下哀护的查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 还真没查到了 年轻人拿出了一答资料 傅云申接过来 眸光冷令 当时有一伙人带着一个婴儿 在路途中的一个小旅馆落脚休息 少爷您也知道 当年住店还不需要什么证件 很容易就遮掩过去 那个旅馆在十年前就倒闭了 我们找到了以前的老板娘 最开始不管我们问什么 他什么都不说 最后兄弟们用一百万让他开口了 这几个人把紫禁小姐 扔在了清水县那边的河旁 还专门用河边的草盖住 事情做完之后 他们就跑到国外去了 现在都被咱们的人控制住了 用了点手段 他们什么都说了 大概是他们没想到紫禁小姐 活着回到了湖城 准备一下 到时候全部发网上宣 到时候 证据咱们现在很足了 少爷您吩咐一声 人可以直接抓起来 再等等 等小朋友玩够了 开心了再说 现在弄不死就行 如果没查到真相 我还真想不到是他干的 不奇怪 少爷 还有一件事 在追查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们顺便调查了一下 温凤棉先生那个妻子 稍后传给我 我